感謝您鎖定8頻道一點新聞 今天是魏塞節 是佛教裡佛陀出生 成道和涅槃的日子 光明山普爵禪寺從昨天下午開始 舉行了知恩報恩為主題的三步一拜儀式 寺廟表示 今年一共有5萬多名佛教徒 參與了這一儀式 三步一拜 每行三步就叩首一次 虔誠地祈求世界和平 表達個人祝福 並進行懺悔 本地佛教徒通宵排隊 參與了普爵禪寺這個常年活動 據了解 三步一拜儀式 從昨天下午5點一直持續到今天早上9點結束 每一輪為時約2個小時 除了三步一拜 佛教徒還可以通過點燈、御佛 參與慈善意脈以及導覽等活動來增長功德 為了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普爵禪寺動員了上百名義工維持秩序